我跟了贺玉三年,眼看合约要到期了,她失忆了,年战糊糊地跟在我身后一口一个老婆的喊,直到她醉酒缠绵说漏了嘴,我才发现,她是装的,我在医院一不解代地照顾贺玉三天之后,她终于醒了,就在我以为总算能过上清闲日子的时候。 在我喜悦的注视下,贺玉越过一脸悲伤关切的百月光,指着我,老婆,声音沙哑,带着浓浓的委屈,像极了被主人遗弃的可怜小狗,我一时心软,被她搂进怀里,她的百月光一跺脚,气得扭头就走。 不追吗?她把脸埋进我的脖梗处,滚烫得呼吸扑打,达非所问,老婆,你好香。 说真的,我跟贺玉比这更亲密的举动都做过,但是从来没有听过这个狗男人说过这么肉麻的话,吓得我连滚带爬跑了出去,把医生喊过来了。 在一系列检查之后,得出一个很荒谬的结果,贺玉失忆了,只记得这两年的事情,我三年前被她当作替身抱养。 这两年,正是我兢兢业业,我们俩秘里调油的时候,还有两个月,我的包养合约就过期了,结果出了这么个事,妈啦,我真是妈啦。 把贺玉接回家之后,她第一时间去了公司,很好,不愧是最会赚钱的资本家。 爱了爱了,她前脚刚走,我后脚就去了酒吧,这几天给贺玉当牛做马的,可累死我了。 流转的霓虹灯,热烈的气氛,还有台上穿着身V顶着胯的男模,真是花花世界迷人眼。 我大手一挥,全场消费我买单,太得意忘形了,以至于贺玉出现的时候,我只差一点,就要贴上男模的腹肌了。 身后传来阴侧侧的声音,喜欢,求生欲在此刻直接爆棚,我一个扭头扎进她怀里,亲亲老公,你来啦。 贺玉搂着我,一声冷笑,亲亲,我要是不来,你指不定和谁亲亲。 我心虚地要命,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你不是去公司加班了吗? 你骗我,陆诗诗,我在上班的时候,看见付卡的消费流水了。 一句话,挫败我想要反客为主的阴谋,我老老实实,对不起,我拿错卡了,你觉得我气的是这个,对不起,我不该请全场。 她吃笑一声,语气轻蔑,我会在乎那点钱,靠,好帅气的一句话。 慕了慕了,下一秒,要被她狠狠扣住。 贺玉近乎咬牙切齿,老婆,是家花没有野花香吗? 要不我们今晚就在这里试试,我看着她那双锐利的眉眼,干笑,婉拒了哈。 拒绝失败。 贺玉不仅翻出了我八张酒吧VIP黑卡,还看到了我搂着男模热舞的照片。 缺德的商家非说这样,显得他们服务好,整了个照片墙。 照片里的我笑眯眯地搂着男模精状的腰肢。 照片外的我双手合十,战战兢兢,你听我狡辩。 干,不小心把心里话秃噜出来了。 我匆忙改口,不是,你听我解释,贺玉静直把我拉上车,漆黑的瞳孔盯着我,来吧。 在,在这儿,我瞪圆了眼睛,看着她帅气的脸,狠狠咽口水,还在停车场呢,影响不好吧? 你想什么呢?贺玉脸很黑,耳朵很红,我是让你解释,我还以为是要车那什么呢? 贺玉盯着我,很遗憾,然后一声冷笑,一脚油门,等着,到家了再收拾你。 不得不说,贺玉很行,生气状态下的她更是行得要命。 这张脸再配上结实的鸡肉,每次围着玉巾出来的时候,我都觉得她就是行走在山林里,勾人的狐狸精。 而我就是那个不争气的书生,我试图求饶,你冷静点。 你现在是失忆状态,我很难跟你解释,但我不是什么都记不住。 贺玉搂着我进门,修长的手指指着家里的每一个角落,沙发,茶几,甚至是餐桌。 我记得这些地方,你都很喜欢。 我,你小子记点什么不好,光记黄色废料。 想到医生含糊地说他的记忆可能随时会恢复,我犹豫了片刻,其实今天在医院里,被你气跑的那个,才是你喜欢的人。 他叫李曼,听说你俩五年前分了,你欲寡欢,直到遇见了我。 所以你是我的新欢,所以我是替身。 这职业新线布,我看了看刚做的指甲,有点烦他了。 当时是他先提出来的,怎么现在摆出一副真洁的模样,我发了个白眼,贺总,咱们俩就是这么纯洁的金钱关系。 贺玉沉默片刻,突然低头稳住了我,一直到我肺里的气都要没了,以为自己会窒息,他才松开。 面容在灯光下是掩不住的俊朗,我不信。 我明明是对你一见钟情,我从来没有听过贺玉说这样动人的话,还在呆愣的时候,门外传来敲门声。 还有李曼委屈的哭声,贺玉,贺玉下意识地看向我。 我拉紧了自己的衣领,面无表情,看着我干嘛,他喊的是你。 雨夜,哭泣的白月光,差点擦枪走火的我和失忆的贺玉,追击火葬场要素都配齐了。 接下来,我这个恶毒女配只需要静静地看着这两个人表演偶像剧就行了。 我习惯性地伸手摸向口袋,则,忘了这几天忙着在医院照顾贺玉,把烟给藏起来了。 贺玉皱紧眉头,从床头柜拿起手机,在李曼一声声感人至深的哭喊中表情淡定地拨通了电话。 喂,派出所吗? 我举报有人,我冲过去把她的嘴给捂上,顺便挂断了电话。 好家伙,这要是真的把她的白月光送去蹲橘子,等她恢复了记忆,肯定会把气都撒在我头上。 我可不背这个锅。 想到这里,我甚至真心实意地劝,还是把门打开吧。 外面雨挺大的,贺玉沉着脸开门,我眼睁睁地看着李曼像一只可怜的被淋湿的白色扑朗儿子, 偏偏然就扎进了贺玉的怀抱。 白裙子湿了,妆可是一点梅花。 李曼被贺玉从怀里撕下来,哭得更委屈了,指着我,你到底对贺玉做了什么? 他怎么可能会忘记我呢? 我不相信,不是,神经吧。 贺玉是出车祸,自己撞到了脑子,车又不是我开的,关我什么事? 贺玉皱紧眉头,大晚上的,你打扰我和我老婆二人世界,就是为了发颠,滚出去。 李曼如遭雷击,我不相信。 贺玉不可能会忘了我,一边委屈地哭诉,一边剧烈地挣扎,脚下的地板上,全是水字。 更可怕的是,她还没有拖鞋,现在地上全是屋子。 想到她到时候离开我,还得打扫卫生。 我怒从心中起,我一年前背的六级单词,都忘得差不多了,你和她五年前就分了手。 她为什么不能忘? 肯定是你,做了什么手脚?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这种人为了钱,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做三的滋味很爽吧。 你别做梦了,就算贺玉失忆了,你也不可能成为贺夫人。 听着她一口一句你不配,我白眼翻上天,大概是注意到我站在一旁欲言又止的表情。 贺玉把它推开之后,又看向我,你想说什么,说吧。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我总觉得贺玉的眼里写满了期待。 我很诚恳,我想问问李小姐用的是什么牌子的化妆品。 防水效果太好了,李曼脸都绿了。 贺玉没忍住,笑出了声,又问我,只想问这句,不然呢,我嘴比脑子快,那我再问问,闲得无聊闯进别人家里哭哭啼啼的,这礼貌吗? 还有,就算失忆了,她第一反应也是叫我老婆。 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我长得她心看上了,她对我见色起意,贺玉在一边纠正,是一见钟情。 这两者有差别吗?贺玉对我问牙了嗓子,张嘴嘟闹了一句,从来就不是。 声音太小了,我没有在意,只是看向李曼,给你开门,纯属礼貌。 但我有教养,不是你蹬鼻子上脸的理由。 自己叫个车,赶紧走。贺玉,我后悔了,真的。 我们从小青梅竹马,当初分手的时候,你还追去机场求我别走,这些你都忘了吗? 我求你,贺玉指了指自己,一脸晦气,我是失忆了,不是失智了。 再胡说八道,我直接发律师函。 说实话,我对贺玉的感情史并不了解。 只是当初我刚跟着贺玉,李曼就转转加到了我的微信, 然后给我发了一大堆似事非的话,说她和贺玉是青梅竹马,金童玉女。 反正比我这个没爹没妈的罐要高贵得多。 我懒得搭理的态度显然助长了她的嚣张气焰。 从她口中我几乎能够拼凑出她们俩恋爱到分手的全过程。 但是我没说,或许说了也没人相信。 一开始,我是真的觉得自己很单纯地在和贺玉谈恋爱。 第一次见到贺玉是在公司楼下,我刚应聘上企划部, 作为办公室新人,被指派出去买咖啡。 30杯,每一份的要求还特别多,但我满怀希望地干。 因为一个月6000的工资可以供我和我妈在小小的出租屋里生活得很好。 然后我一扭头,看见贺玉笔挺的西装,感受到她结实的腹肌。 为什么这么详细呢? 因为我躲闪不及,连人带咖啡一起摔进了她怀里。 很偶像剧的桥段。 但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跳起来批清责任。 人穷是这样的。 顾不上自己到底有没有受伤, 先要把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扼杀在摇篮里,是你撞上来的。 贺玉不知道是不是被我撞懵了,脾气很好地点点头。 不仅没让我赔,还把咖啡钱连同跑腿费都不及我了。 我和她就这样交换了联系方式。 我当时还不知道她的身份, 但她的朋友圈里一天八条全是打折商品或者餐厅优惠券, 甚至还有超市优惠券。 我不仅把她设为特别关心, 还养成了有事没事就看她朋友圈的习惯。 生怕错失这种薅羊毛的好机会。 为了将薅羊毛贯彻到底, 在我的不懈努力下, 我总算是和贺玉成好朋友, 每次都能拿到第一手的优惠。 那个时候, 我真的以为她和我一样只是个擅长挖掘便宜信息的, 和我一样扣搜的小职员。 我们还会一起兼职, 偷偷找点无伤大雅的外包项目赚钱。 其实贺玉跟我告白过, 但是我拒绝了。 我喜欢她, 她看着也很喜欢我。 所以我一直觉得, 我们两个在一起, 不过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只要我把我爸欠的那些钱还清了, 我就能挺直腰杆, 对贺玉说, 虽然我现在很穷, 但是还好, 最苦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所以, 你愿意做我男朋友, 我们一起省钱买房子吗? 我都计划好了。 按照我现在的还款速度, 再有三个月就能够无债一身轻。 我甚至额外挤出一部分钱, 给贺玉买了一个手表。 两千八, 肉疼死我了, 直到我妈被查出一线挨晚期的那天。 我查了又查, 眼泪落在那几个字上, 怎么也抹不干净。 这个时候, 贺玉问我, 你要不要跟我, 我等了好久, 确定她这句话已经说完了。 她问的是你要不要跟我, 而不是你要不要跟我谈恋爱。 差了三个字, 再加上她递给我的那张支票。 那些零, 我翻来覆去地数了好多遍, 蠢话脱口而出, 你不是个小职员吗? 她垂下眼, 人生国际是我的公司, 原来是我们公司最大的合作商。 我握紧了那张支票, 又悄悄捏了捏那块手表, 觉得自己像个傻叉。 我同意了, 一根就是三年。 这期间, 我妈去世了, 癌症之亡, 她能体面地离开, 不受折磨, 就已经很好了。 被叫去医院的那天, 贺玉和我一起去的。 我已经忘记了当时的细节, 只记得我一直在哭, 把贺玉的衣服都枯湿了。 我跟她说那些年, 我妈是怎么含辛茹苦把我养大的, 跟她说我对未来的美好畅想。 除了打算跟她告白的这件事没说, 其他的我都说。 网上说, 亲人的离去是一场漫长的潮湿。 我现在回忆起来, 还能记得贺玉湿漉漉的衣领, 还有我靠在她怀里的时候, 她温柔地环抱住我的那双手臂。 之后的事情都是贺玉帮忙操持的。 死亡证明, 火化, 白氏, 墓碑, 我一步一步地跟着走, 感觉到母亲好像在一点一点地 从我的人生中剥离出去。 那段时间, 我的世界是一场怜悯不断的梅雨, 我会突然跟贺玉发脾气, 会突然望着厨房流眼泪, 也会在半夜惊醒, 想带我妈去吃宵夜, 每一次贺玉都在我身边。 于是, 我在某一天, 突然从阴雨当中清醒, 看向了握着我的手的贺玉, 我想去看看我妈妈。 一块墓碑, 周围的风景很好, 看得出贺玉花了很多心思。 我趁着她离开的那一回功夫, 找到了目的的负责人, 得到了一个对我而言近乎天价的金额两百万, 每年的打理费五万。 跟着贺玉回去的时候, 我能够明显地感觉到, 她的紧张和欲言又止。 她频频侧头看向我, 但很快又会垂下眼, 抿着嘴一言不发。 直到司机问去哪儿, 在沉默中, 贺玉握着我的手越收越紧, 甚至有些汗沉沉的。 直到我说出那句, 回海滨别墅, 那里是我和贺玉一起住的地方。 我看得很清楚, 贺玉的眼睛一亮, 手也松了力度, 甚至可以称得上是松了一口气。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有这么丰富的表情变化, 但我的理由很简单, 两百万不还, 我永远欠着贺玉的。 那份合同还没有到期, 结果好不容易快要还完了, 我东西都陆陆续续偷偷收拾好了, 却传出贺玉出车祸失忆的消息。 我都觉得离谱。 这几天我天天往医院跑, 恨不得一天问医生八百遍, 他到底什么时候才会恢复记忆, 到底要怎样才能恢复记忆, 医生大概是被我缠返了, 可以试试用以前的生活痕迹来勾起回忆, 说不定能刺激起来。 在我承诺的注视下, 医生的表情开始有些慌乱, 你不信,也不是。 我挠挠头, 我还以为你会说电击, 吃药之类的方法。 没想到你说了个这种, 觉得你这搞得跟言情句似的, 有点扯。 医生的脸色由白转清, 咬牙切齿, 我就多余帮那个蠢货。 我没听清,什么? 我说你赶紧走, 带着他去找点过去甜蜜的回忆, 越甜蜜越好, 越有效果。 被退出医院的时候, 我还有点懵。 老实说, 我觉得好像有哪里不太对, 但死马当成活马医, 失忆了的贺裕比之前更难缠, 不仅像个小尾巴一样, 总是粘着我, 而且撒娇的本事越来越强了。 我好几次被搞得五迷三道的, 等理智上线的时候, 已经被这家伙带到床上去了, 每次都有一种被鸭土鸡 碾压了一个晚上的酸胀感。 每次对上贺裕的视线, 我觉得自己像是被狼锁定了的猎物。 但偏偏他又亲又抱, 黏糊糊地把头埋在我怀里撒娇, 不像狼, 更像狗。 而且贺裕越来越过分, 上次偷偷亲在我后脖梗的地方, 导致全公司都知道了 我有个占有欲很强的男朋友。 我苦心隐瞒的单身形象直接崩塌, 这家伙是真的狗。 我带着贺裕回了大学,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贺裕和我原来是同一所大学的。 只不过我那时候被奖学金和兼职压得喘不过气来, 根本不在乎任何八卦, 自然也就不知道贺裕那个时候就是远近文明的戏草, 和李曼在那个时候就是人人口中艳羡的金铜玉玉。 站在大学门口, 我本来是想给李曼打个电话, 然后功成身退的。 没想到电话还没来得及拨通, 贺裕突然拉着我的手, 我好像想起来了一点。 靠,这么有效果, 我还在愣神的功夫, 被贺裕牵着往前跑。 手被紧紧握住的瞬间, 我下意识抬眼, 撞进了贺裕那双擒着笑意的眼睛里。 上午的阳光正好, 从树叶的下戏中落下斑斑光影, 一刹那像是永恒, 我恍惚觉得我们好像在私奔。 还好, 下一秒门口的保安撑着防爆叉, 大写得铁面无私, 打断了这场酷似偶像剧的桥段, 喂, 没预约不许进, 我一正。 明明已经毕业很久了, 现在还是会打出。 但贺裕比我反应快, 他把腿就跑, 带着我绕到了另一边, 我们从这里翻进去。 翻墙, 我一直以为只有我会做这种事。 兼职的时候, 完场的小时费会更高, 所以我每次兼职到11点左右, 就会偷偷翻墙回学校, 然后再让室友帮我留意宿管阿姨, 吊虎离山, 我再趁机溜进去。 还好, 宿管阿姨是个很好骗的老姐姐。 一个月两次的晚班, 我从一开始的紧张到后面的嫁轻就熟, 就这样, 每个月都能多挣500块钱。 但贺裕的动作比我还要熟练, 他把西装扣子解开, 慢条丝里的挽起袖口, 露出结实骨障的手臂, 偏白的肤色, 衬得手臂上的青筋更加明显, 我还在发愣的时候, 他已经登上了墙头, 穿的还是价值百万的手工皮鞋。 我真是服了, 他朝我伸出手, 笑容比太阳还要亮, 快点, 我拉你上来。 我本来是要走的, 但对上他, 那双亮晶晶的眼睛, 鬼使神差地伸出手。 温热的手掌完全覆盖住我的手, 下一秒, 我和他一起坐在墙头, 还没有来得及把气喘云, 听到气势如虹的一声, 那边那一对, 干嘛呢? 贺玉抓紧了我的手, 压低了声音, 跑, 他纵身跳下了将近三米的围墙, 然后仰起脸, 张开双臂, 看向我, 湿湿, 跳下来, 我接着你。 我看了眼下面, 有点打触, 以前怎么没觉得这墙有这么高, 难道真的是年纪越大了越稀命? 我试图劝他, 要是没接到, 我也失忆了, 咱们可就成一对乐子人了。 但贺玉的眼神笃定, 冲我眨眨眼, 快跳, 不然被保安抓住了, 我第一时间发朋友圈吃瓜, 你小子可真带毒啊。 我眼睛一闭, 心一横, 朝他扑了过去, 被风扑了个满怀的时候, 我还在想, 要是真的摔了, 必须带上贺玉, 说不定他脑子砸一下就好了, 但我被稳稳地接住了, 整个人像是粘钩一样, 完完全全地贴上贺玉的怀抱, 被他紧紧地抱着, 周围除了洒落在身上暖和的阳光, 青草的香, 还有耳边震如蕾鼓的心跳声, 砰砰砰地响, 一下又一下, 放烟花似的, 我没敢说, 因为我左胸膛的震动, 和这个声音重合了, 我被贺玉拉着去了表白墙, 他仰着头, 非常认真的在那些便利贴里面寻找着什么, 不知道最初是哪位在青墙上贴了便利贴, 偷白自己的心意, 后来就成了A大的一个传统, 在便利贴上写下自己的心愿, 或者是告白, 然后贴在这堵墙上, 只不过, 我毕业的时候表白墙才刚刚兴起, 这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那些便利贴密密麻麻的, 不少都被遮挡珠鹤玉究竟在看什么, 我有点迷茫, 也学着他的样子看, 或是清秀, 或是张扬, 或是潦草, 每一张纸条上都写满了青春的心事和豪情壮志, 手机的振动打断了我的思绪, 是李曼的信息, 你带贺玉去了大学, 我告诉你, 我和他就是在大学恋爱的, 你别想趁人之危, 取代我的位子, 我觉得他有点颠颠的, 伸手把这条信息删除了, 不知道为什么, 明明一开始想着的, 就是要把贺玉还给李曼的, 但现在, 我看着贺玉, 恍惚好像回到了大学的时候, 如果我当初没有忙于学习和赚钱的话, 或许会像所有步入大学的小姑娘们一样, 有大把的精力, 有无限的热情, 在最好的年纪里, 做一切自己想做的事情,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估计会更早喜欢上贺玉, 然后在她问出你要不要跟我的时候, 果断硬气地甩她一巴掌, 还在愣神的时候, 我看见贺玉伸手把一张便利贴拿了下来, 宝贝似的塞进了口袋里, 实在不能怪我眼间, 主要是贺玉的动作, 狗狗碎碎的, 像急了偷入骨头藏起来的狗, 然后她一个回头, 正对上我的视线, 就在我想着要不要避开眼神, 妆都没看见的时候, 她突然红了脸, 在口袋里摸了摸, 把那张纸翻出来, 比平整之后, 现保湿地凑了上来, 老婆, 这是你写的, 我第一反应是, 觉得她脑子不好, 在我的印象里, 光是学习和兼职, 就已经耗掉了我所有的精力和时间, 哪有时间写便利贴呀, 她手里这张, 十有八九是李曼的呗, 想到这里, 我李茂的摇头, 不看, 万一是什么, 她和李曼的甜言蜜语, 海誓山盟, 我怕我看了之后, 今晚吃不下饭, 贺玉片要高高举起, 凑到我面前, 真的, 老婆你看, 我还在下面回复了, 以为这玩意儿是朋友圈啊, 还回复, 我实在拗不过她, 本来想着勉为其难看一眼, 顺便也见识一下, 贺玉兄弟口中的他们俩很恩爱, 是金童玉女, 到底是个什么溺外程度, 但下一秒, 玉女就出现了, 我有的时候真的怀疑李曼的胸前, 是不是装了磁铁, 而另一半在贺玉的身上, 不然怎么解释一个二十多岁的人了, 永远能够在第一时间, 扑倒在对方怀里, 摔得梨花带雨, 贺玉躲闪不及, 只能勉强侧身, 单手掐住了李曼的肩膀, 你别把墙上的便利贴蹭下来了, 李曼哭得更伤心了, 我一听说你来学校了, 就马不停蹄地过来找你, 你还好吗, 是不是想起点什么了, 这里, 李曼折着墙壁, 我们之前最喜欢来这里一起看书的, 你忘了吗, 你喜欢捧的一本书, 坐在这个长椅上, 我就坐在你旁边静静地看着你, 真的吗, 我不由得皱起眉头, 李曼冷笑, 对, 这是独属于我和贺玉的回忆, 你要是识相, 就应该赶紧滚, 我不是在吃醋, 我只是单纯的疑惑, 这里没有遮挡物, 阳光挺刺眼的, 贺玉, 你在这读书, 不觉得眼睛痛吗, 贺玉眨眨眼, 老婆, 你在关心我吗, 不是, 我只是觉得你读书的时候挺装X的, 但贺玉的表情太过欣喜, 我把那句话咽回去, 甘笑两声, 算了, 我不打扰你们两个回忆轻松岁月了, 李曼的出现让我从那个幻想里清醒过来了, 哪有什么大学碰到贺玉会怎么样这种假设, 事实上就是, 自卑和沉默贯穿了我的整个青春, 我不知道别人的大学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但我的生活充斥着贫穷和汗水, 我一个人自然独行, 贺玉和李曼才是一个世界的人, 贺玉紧紧地拉住了我, 老婆, 你别走, 她握得太紧了, 好像真的很舍不得我, 全程被无视的李曼脸都绿了, 贺玉, 你被人骗了, 这个女人跟你在一起, 只是图你的钱, 李曼几乎是指着我的鼻子骂, 她从头到尾都是在骗你, 她就是这样一个见钱眼开的女人, 如果不是你失忆了, 你和她的关系早就盖断了, 她现在就是趁着你什么都不记得, 故意粘在你身边, 我不一样, 我是真的爱你, 李曼说着说着, 就开始表白心意, 我一听说你出车祸了, 就赶紧从国外赶回来了, 这样还不能证明我的心吗, 听着可真是情真一切, 我默默往后退了两步, 想一个人离开, 李曼说的没错, 我和贺玉的关系, 确实是靠这一份荒谬的合同维系起来, 如果她没有失忆的话, 我现在应该已经结束了合约, 离开了她的世界, 毕竟她还没有出车祸的一个月之前, 我就发现了她的心不在焉, 估计是早就想结束掉和我的这段关系了, 好几次我看见她低头看手机, 一见到我, 立刻又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收了起来, 但她的演技真的很拙劣, 我能够明显感觉到她有事在瞒着我, 我想问, 但又觉得自己没立场, 只能这么憋着, 本来想着熬过最后这段时间, 合约到期了, 一拍两散拉倒, 没想到她不仅失忆了, 还开口就喊我老婆, 面对李曼的控诉, 贺玉全程没有说话, 只是拉着我的手, 老婆, 你去哪儿, 我跟你一块走, 然后带着我毫不犹豫地离开了, 一个多余的眼神都没有分别李曼, 我坐在车子上, 看着李曼亮亮呛呛地追出来, 看上去真是我见油脸, 就在要扑向我们车子的时候, 贺玉一脚油门, 直接离开了, 只剩下她在徒劳地追, 我挠挠头, 要不停车吧, 她真是你的白月光, 现在把事情做得这么绝, 我真的怕贺玉到时候恢复记忆之后会迁怒于我, 那到时候我就好像在路过被踹脚的狗一样, 蛮无辜, 也蛮无语的, 我苦口婆心, 换来的是贺玉更加用力地踩油门, 一阵推背感成功让我闭上了嘴, 行, 当我没说, 贺玉好像真的挺生气的, 她失忆后, 生闷气的方式不再是一个人冷着脸, 借口加班, 一直到半夜才回来, 而是明晃晃地把我在生气挂在脸上, 颇有一种要是不过来把我哄好, 我就会一直沉着脸跟在你身后, 像甩不掉的狗皮膏药的架势, 我实在是受不了这莫名的道德谴责和黏乎乎的视线, 硬着头皮, 饿了吗, 给你下碗面, 她有的时候莫名其妙地和我冷战的时候, 借口加班, 一直到晚上十一点多钟才回来, 我就会问她这一句, 也没有别的理由, 主要是面条比较好弄, 在我的厨艺范围以内, 贺玉没有说话, 交金帝点了点头, 行, 她现在还是大爷, 我忍了, 反手准备把围裙系上的时候, 身后突然多了一份滚烫的气息, 贺玉的手顺着我的腰搂过来, 然后低头帮我绑带子, 我整个人被揉进她的怀抱里, 除了衣领上的薄荷香, 还有蓬勃的热议, 以及那令人无法忽视的触感, 贺玉一直在坚持健身, 胸肌, 腹肌, 一块不落, 错落有致, 恰到好处, 怎么说呢, 自律的男人最好命, 之前美美意乱情迷, 我都觉得自己其实挺占便宜的, 现在也是一样, 她把头埋在我的脖梗处, 滚烫得吐息扑打, 沾得我肩窝处都湿漉漉的, 我又痒又骚得慌, 忍不住推了她一下, 你等会儿, 还在烧水呢, 贺玉低头稳住了我, 唇舌纠缠之中, 我余光注意到, 她反手把煤气造关了, 声音哑得厉害, 所以, 李曼真的是你喊过来的, 还记仇呢, 我连忙举起双手, 不是, 我本来是想叫她过来, 但是后来, 后面的话被贺玉用嘴堵住了, 能够感觉得出来, 她挺生气的, 咬了我好几口, 无语, 贺玉这家伙是属狗的吧, 我发誓我不是想炫耀, 我是真的不知道, 贺玉那个狗东西, 又偷偷在我后脖梗上, 又轻又咬的, 留下了令人遐想的暖昧红痕, 更没有想到, 李曼眼睛这么尖, 我刚落座她就看见了, 本来她约我出来的时候, 语气就很不客气, 这下更是像烧开的水壶炸了锅, 若是湿, 你还要不要脸, 非要跑到我面前来炫耀是吗, 我, 我的母语是无语, 又没有那个什么癖好, 我非得靠这里来秀, 深吸一口气, 我维持礼貌和体面, 是你喊我过来的, 本来我完全没想搭理她, 但是李曼说, 她说完这些之后就会出国, 我鬼使神差地同意了, 或许是因为早上起来的时候, 阳光很好, 赫玉落在我脸颊上的纹很温柔, 我一瞬间生出了一种期盼, 好像她一直失忆的话, 日子就这样过下去也不错, 我承认我这个想法, 确实有点魔鬼了, 但想想又不犯法, 我这个人最擅长从实际问题出发去解决, 要是如果这种词, 我以前都不会浪费时间去想, 我知道你是为了钱, 你们这种人我见多了, 李曼直入主题, 我相信你早就听过我的名字, 我和赫玉在大学的时候就开始恋爱, 后来是因为我甩了她, 她伤心难过才会找到你的, 李曼停顿了一下, 看了一眼我的表情, 现在我回来了, 陆诗诗, 你要是识相, 就应该让位, 她一边说着, 一边从包里掏出了一叠纸, 甩在我面前, 是当初和赫玉签的包养合同, 李曼冷笑, 上面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 你和赫玉只是金钱关系, 你觉得我要是把这个给她, 她还会这么粘着你吗? 陆诗诗, 我查过你, 你这种人难得碰上赫玉这样的优质男人, 所以想要不择手段地扒上去, 也很正常, 但是, 你知不知道赫玉出车祸之前, 订了餐厅天台的烟火秀, 时间是6月23日, 正好就是你们包养合约结束的第二天, 我一愣, 我确实对此一无所知, 李曼笑容得意, 那天是我的生日, 赫玉是打算在烟火秀的时候, 向我告白, 我不知道自己此刻的表情是什么样子, 但一定很难看, 就像那一年, 听见赫玉语气淡淡地问我, 跟不跟我样, 大脑一片空白, 我看上去一定很傻, 李曼的嘴一张一合, 似乎还在说些什么, 但我一个字也听不见, 我的视线落在那叠合同上, 有点恍惚, 奇怪, 明明一开始是打算时间一到, 就和赫玉一拍两散的, 比起被人赶走, 我更擅长的是自己先走, 给自己留一点体面, 我的沉默让李曼越发得意, 她用施舍一般的语气道, 你现在离开赫玉, 我就不把这份合同交给赫玉, 怎么样, 你也不想让赫玉记起来, 你是个见钱眼开的女人吧, 我点了点头, 回去收拾行李的时候才发现, 原来这个地方, 留下了我这么多的痕迹, 赫玉给我抓的布娃娃, 我们一起拼的乐高, 我一时兴起买的咖啡机, 本来是想好好学些拉花的, 但是后来实在是懒得折腾, 还是更爱喝九块九的瑞幸, 不管我的理智怎么否认, 我在这里生活了三年, 一千多个的日日夜夜不是假的, 我实在不知道从何下手, 只能简单地收了几件衣服, 拖着小小的行李箱走了, 我向公司申请了员工宿舍, 审批下来之前, 只能先住在酒店, 赫玉找我的速度比我想象的还要快, 中午吃饭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给我发信息, 老婆,你在哪儿, 和我一起吃午饭好不好, 大概是没有得到回应, 她一口气发十几个表情包, 狗狗转圈, 狗狗等待, 狗狗委屈, 最后是狗狗大哭, 然后就是数不清的电话, 我一个都没有接, 到了下午两点的时候, 赫玉没有再打电话了, 她给我发信息, 发语音, 老婆你去哪儿了, 老婆你接电话呀, 最后一条是, 开开门好不好, 求求你了, 我犹豫了很久, 打开门, 赫玉身上还穿着早上出门的时候, 我给她选的那套西装, 领带有点松, 手背和纸截刮着擦痕, 看上去甚至有几分狼狈,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我抿了抿嘴, 你没有看到我给你留的纸条吗, 我在上面把一切都解释清楚了, 包括我和她的关系, 看见她沉默地低下头, 我叹了口气, 赫玉, 咱们俩就是这么不合法, 又不道德的关系, 反正明天合约就到期了, 咱们俩就好聚好散了吧, 我不要, 赫玉抬起头, 我才发现她眼眶早就红透了, 我就是知道你会毫不犹豫地离开, 才装失忆的, 你一点都不喜欢我吗, 是我的身体对你没有吸引力了吗, 最后那句是什么虎狼之词, 一句话震惊我三次, 你的失忆是装的, 我甚至有点怀疑自己的耳朵, 什么意思, 赫玉盯着我, 眼泪啪哒啪哒地往下落, 充满了委屈, 因为你不喜欢我, 我怕你会走, 所以只能这样, 赫玉掏出了那张便利贴, 我顺着她的视线看见了上面的那句话, 希望能赚很多钱, 简单的一句话, 把我看懵了, 这朴实无华的一句, 实在不像是李曼写的, 我仔仔细细又看了一遍, 突然意识到这个自己很熟悉, 是我的, 是我大四那一年, 闲得无聊的时候写的, 当时接到了一个外卖的单子, 我去了表白墙, 结果对方迟迟不来拿, 但延误费倒是给得挺大方的, 所以我耐着性子等啊等, 顺手就写了个便利贴, 在一堆我喜欢, Triple X我要考研, 和我要进大厂的心意里, 我的这一张并不突出, 也不特别, 我甚至没有把它贴上一个好位置, 因为下一个外送单的任务到了, 我赶着送东西没记错的话, 我当时顺手把它扔到了垃圾桶里, 为什么会在墙上, 又为什么会被赫玉当个宝贝似的拿下来, 赫玉当时说这是他老婆写的, 是什么意思, 我诧异地看向他, 看着对方的脸, 渐渐生出化不开的红, 像是染上云霞, 从赫玉的描述里, 我听到了不一样的故事, 他大学的时候就喜欢上了一个女生, 但是那个女生每天像烽火轮一样忙, 哪怕他有意导吃好自己, 特意从对方身边经过, 也得不到一个多余的眼神, 后来他喜欢在表白墙那里等着, 因为他发现自己喜欢的女生, 每个月总有一次上满班, 然后翻墙进来, 他怕对方不安全, 每次都会提前守在那里, 护送女生平安进宿舍为止, 为了不扣他的操行平定分, 他不遗余力地收买宿管阿姨, 告诉阿姨是因为自己生病了, 要定期去医院打针, 自己的女朋友才每个月都要照顾他到这么晚, 阿姨被他编造的爱情故事感动得一塌糊涂, 所以才每次都装傻充愣, 在后来, 大四那年, 他终于鼓起勇气, 想要找那个女生告白, 他特意点了一杯奶茶, 要求送到表白墙, 但路上堵车, 他一边跑, 一边加延时费, 希望可以赶得上, 但还是晚了一步, 当天晚上, 他特意参加了对方戏里的毕业会, 但女生没有参加, 后来才知道, 对方选择了每小时14块钱的兼职, 在后来, 他知道了女生进了心仪的公司, 自己继承家业后, 就马不停蹄地和那家公司达成了合作, 没人知道, 他是故意撞上去的, 那句好久不见就在嘴边, 但硬是没有机会说出口, 因为他从女生的眼底, 看见的只有清澈和陌生, 他改变方法, 试图先混得脸熟, 融入进女生的生活, 李曼不是说, 你和他大学的时候就没有, 贺玉急得又快哭了, 我和他只是邻居关系, 那个时候我一心追着你, 哪有功夫管他呀, 我还是后来才知道, 原来大学的时候传过我和他的绯闻, 你的那些朋友说, 你送他出国的时候哭了, 你忘了, 那天你在朋友圈里发了婚纱照, 我以为你和谁闪婚了, 才哭的, 根本就不是因为他, 我想起来了, 那个时候我接了个婚纱模特的工作, 在朋友圈里打广告, 可以加两百, 只是我当时的账号里加的全是工作或者兼职, 所以也就懒得澄清一下, 忘了自己是什么时候, 还加了一个虎视眈眈的贺玉, 我听完之后愣了很久, 那你当初为什么要说包养, 为什么要问跟不跟这种话, 贺玉垂下眼, 你拒绝我的告白的那天, 我听见你和同事在茶水间聊天, 你说你暂时不考虑恋爱, 你也没有兴趣和另一个人组建家庭, 如果非要和一个男人维持关系的话, 你更倾向于包养或者被包养, 所以当天晚上我就拟好了包养合同, 我一愣隐隐约约有些印象, 当时茶水间里那个同事总是喜欢八卦别人的感情生活, 然后拉皮条, 之前就给我介绍过他亲戚的儿子, 大我八岁, 头都吐干净了, 还硬说我们两个很般配, 所以我的那些话只是用来对他的, 没想到被某个笨蛋听见了, 而且还付诸实践了, 我深吸一口气, 笑了, 被气得, 贺玉, 你是不是有毛病啊, 你知不知道你说包养, 后面的话我没有说下去, 因为我突然意识到, 或许我也是有点毛病, 我没有爱过人, 贫瘠的生活无法赋予我勇敢爱人的勇气, 所以我跌跌撞撞, 自以为计划得很好, 这些年, 我纠结于贺玉的那句跟不跟我, 几乎成了心里的一根刺, 可其实, 回顾这些年的点点滴滴, 她用包养做借口, 捧出了一颗真心, 给了我钱, 也给了我爱, 贺玉突然伸手, 替我擦干净了眼泪, 声音闷闷的, 我不是想要绑着你, 只是, 你要是还没有想好的话, 能不能再考虑考虑我, 我抿了抿嘴, 继续包养我, 不是, 这次换你包养我行不行, 她看着可怜兮兮的, 我很便宜的, 不要钱, 你只要让我跟着你就行, 我看着她委屈的表情摇了摇头, 贺玉那张脸瞬间傻白, 过了好一会儿, 我没忍住笑, 不要再玩这么不健康的play了, 贺玉, 做我男朋友, 难道不香吗? 从她扑上来亲我的力度看得出, 很香, 在包养关系过期的第二天, 我被贺玉带着去了那餐厅, 鲜花, 焰火, 还有单膝下跪的男人, 我垂着眼, 朝她伸出手, 贺玉, 我们两个好像都挺笨的, 明明是恋爱, 偏偏搞得乱七八糟的, 幸好兜兜转转到最后, 爱把我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REtit risst的我就熟了它, 谢谢大家